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貂蛮公主传业记》 故事发生在昭和35年 那是电影制作最低迷的时期 剑思是制片厂的副导演 说是副导演,其实就是帮忙打打杂 剑思一直沉浸于老旧的黑白电影 每天下班后他都会去浪漫剧场 看同一部影片 《男人婆公主与三寿氏》 无论看了多少遍都不腻 剑思深深迷恋着里面的貂蛮任性的美雪公主 今天晚上雷雨交加 剑思又来到了浪漫剧场 可放一人却告诉他 这部片子的胶带明天要卖给一位收藏家了 剑思听后很受打击 因为这部片子是绝版 这就意味着他再也无法看到公主了 他坐在座位上 最后一次欣赏着电影 看着屏幕上的公主 他忍不住伸出了手 此时闪电披露 伴随着一道强光和剧响 剧场停电了 等再次来电视 剑思看到电影里的公主竟出现在了眼前 还没等到剑思惊讶 公主便站了起来 跑到剧场各处参观 剑思紧跟了上去 因为公主是从电影出来的 浑身都是黑白 剑思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遮住了他 以此来躲避路人怪异的眼光 剑思带着公主回家了 他询问公主 为何会来到这里 公主说 自己在电影的世界待够了 于是出来看看 霸道的他还用剑思当自己的仆人 剑思虽然极力反对 但公主丝毫不给他说不的机会 并命令他 明天一早带自己去制片场 剑思答应了 第二天找来了一架马车 拖着公主走在了路上 公主一路都在参观着 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感受着这里的新鲜与活力 很快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剑思将公主带到了化妆间 用化妆品和服饰 掩盖住了公主原本的黑白 穿上现代衣服的公主更加美丽了 可她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 还是一样的霸道不讲理 在剑思忙着工作的时候 公主拿起游击就在墙板上作画 当红的明星 因此看中了这个古灵精怪的公主 他想与公主握手 却被公主用伞狠狠地敲了一下 随后公主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拍摄现场 将横心霸道的导演教训了一通 这也还不算完 在教训完导演后 他又将道具炸药换成真的 害得表演人员在演出时被炸伤 跟在身后的剑思帮他收拾烂摊子 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不说 还被抓进了警局 从警局出来的剑思非常愤怒 可公主还在使唤他帮忙找东西 剑思便对他说道 你就是个麻烦 请不要再跟着我了 可随后下起了大雨 剑思想着公主无家可归 还是于心不忍于时跑去找他 两人很快雨过天晴 欣赏着那道雨后彩虹 最近 制片厂提出多给年轻人机会 只要剧本写得好 都有机会被选上 剑思很是兴奋地准备创作 在考虑了一番后 他决定写一部关于爱情的剧本 为了更好的创造 他邀请公主当自己书中的女主角 两人一起去赏花 吃包冰 演恋爱的感觉 可两人约会的一幕 被制片厂的千金看到了 千金一直暗恋剑思 那个写剧本的机会 也是他提出来的 这一本的剑思还浑然不知 一边创作 一边和公主谈恋爱 大街小巷 灯会花场 都留下两人欢乐的身影 这天 制片厂的千金找上门来 他询问公主是否和剑思在交往 公主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一口否认 说自己只是远房的亲戚 千金听后很是兴奋 他在父亲面前美言了几句 剑思的剧本便被选上了 只是结局还需要重新构思一番 得到肯定的剑思非常高兴 他带着公主去看萤火虫 并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希望他能永远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公主拒绝了 他说出了那个自己一直隐藏的秘密 那就是 他无法与人触碰 因为他从电影世界出来 是有代价的 那就是 不能与人触碰 一旦触碰 他便会飞灰烟灭 而他冒险来到这里的原因 就是与剑思相见 是剑思对老电影的执着 才让他一直能在剧场上映 可他绝不能和剑思在一起 他们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被拒绝的剑思十分难过 每天都魂不守舍地出入片场 千金看出了他的不妥 于是向他表达了安慰 说是自己一直暗恋剑思的事 剑思没有明确回应 只是说自己还要考虑 家中的公主这时发现 那天剑思穿的衣服口袋里装着戒指 原来那晚 他想向自己求婚 他拿着戒指兴奋地跑到片场 却无意间听到剑思在和好友说着 千金追求他的事 为了能让剑思过得平凡且幸福 公主选择默默离开 无知可去的他躲到了电话亭 经过的剧场放映人一眼就认出了他 并把他带回了浪漫剧场 公主走后 剑思每日魂恶度日 在一个雨夜过后的晴天 有人对剑思说 男人应该放眼未来 而不是当下 喜欢一人便与他厮守终生 剑思听后很受鼓舞 在看到阳光下的彩虹时 他跑去两人一起待过的地方寻找公主 却还是慢了一步 第二天剑思经过浪漫剧场 一人告诉他公主就在剧场里 可他以后都不想见你了 剑思听后很是失落 在这一时他接到了千金的电话 千金在看了剑思的剧本后 明白了他的心中只有公主 自己再无差足的余地 虽然很难过 但他却鼓励剑思去勇敢地追求自己所爱之人 剑思听后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跑去了浪漫剧场 两人再次相见 公主表示自己无法给剑思任何东西 甚至连最简单的触碰都做不到 可剑思却表示 无论是电影还是现实 他都是自己最爱的人 听到这些话的公主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恳求剑思最后给自己一个拥抱 可剑思没有这么做 即使不能触碰 他也希望与他长相厮守 他们在一起了 继承了浪漫剧场 在这里工作生活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他们就这么相伴了一辈子 剑思成了年迈老人 浪漫剧场也被时代淘汰了 停止了营业 故事的最后 重病的剑思躺在病床 公主在床边守候 他们一起回忆着从今的美好 慢慢的剑思停止了呼吸 公主也在这时伸出了手 拥抱着剑思 剑思去世了 公主也在那之后消失 他们一起回到了电影里 电影中的剑思为公主献上了一朵玫瑰 色彩随之显现 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相爱相伴 深情不能自已 越是遗憾伴着痛苦 越能显现出爱的美好 无论过去和未来怎样 真爱现在就是最好的陪伴 好了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